如果特朗普上台 第一个要跑路的可能就是韩国芯片企业了 根据近日韩国时报的报道 韩国芯片企业们开始担心 一旦特朗普上台后 自家在美国投资建设的芯片工厂的补贴会出现变故 比如SK董事长崔太元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直接提到了这一点 他说不知道特朗普当选后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并且他还提到万一美国把补贴取消 他们会重新审视SK还立时在美国芯片工厂的投资计划 说白了就是隔空向美国政府喊话 你们要是敢把谈好的补贴取消 那么SK还立时随时做好撤出美国建厂投资的准备 7月16号当天 全球股市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韩国三星SK还立时的股价分别跌了1.66%和2.15% 最夸张的还是台积电 当天就跌了2.4% 而之所以能让全球著名的三大金元代工厂 同时出现股价暴跌的 这是特朗普的发言 也是在当天 特朗普接受了彭博社商业周刊的采访 发表了惊人的言论 说台湾省抢走了美国人100%的芯片业务 为此特朗普还表示 现在我们给他们数十亿美元在我国制造芯片 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些钱拿走 潜台词就是 一旦他特朗普重新执掌白宫 美国绝对要重新拿回芯片制造业务 重振美国芯片产业 具体会怎么做 特朗普虽然还没给出说法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 作为半导体代工大户的韩国三星 SK还立时 以及台积电的晶元企业以后的日子 可能会不好过了 所以就有了特朗普一发言 三星、SK还立时 台积电的股价纷纷下跌的情况 也反映了市场普遍不看好特朗普上台后 对他们极佳的市场前景 在韩国时报的报道里 他们也给出了具体担忧 首先就是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政府会不会取消补贴 即便不取消 也有可能把他们补贴的重要性 排在了美国本土芯片企业的后面 又或者在设立各种苛刻的条件来刁难他们 要是没有补贴 这些芯片制造商 可是不会拿真金白银在美国建厂的呀 2022年8月9日 拜登正式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 该法案里指出 美国政府会拿出527亿美元 补贴并支持美国的芯片产业发展 涉及到半导体制造 以及研发 半导体研究机构 半导体人才搭建 等几个重大领域 在美国政府大杂币的感召下 台积电 三星 SK还立时等的一众芯片企业 都纷纷宣布了自家在美国投资建厂的计划 比如三星在2021年宣布 计划要在美国的德州泰勒市 投资170亿美元 建设一座芯片工厂 后来又把总投资金额拉高到了450亿美元 工厂也从一座变成了两座 计划投产的时间分别是 2026年投产4纳米与2纳米芯片 以及2027年量产尖端芯片 还比如SK还立时在2022年宣布 将投资150亿美元 在美国用于建设半导体存储器封装制造设施 以及用于当地高校进行半导体的研发合作等等 2024年4月份 SK还立时宣布将投资38.7亿美元 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希拉菲特市 建造一座先进的封装工厂 该工厂将在2028年投产 主要生产下一代高段款内存芯片 与此同时 媒体也报道 SK还立时已经申请了美国芯片方案的补贴 还有台积电则是在2020年 2022年12月 2024年4月份 先后宣布了台积电在美国三基工程的投资生产计划 每季总投资超过650亿美元 说白了 除了被美国政府的威胁外 这些企业之所以在美国建厂 都是冲着政府的巨额补贴 比如三星 按照三星原先的规划 大概能获得20到30亿美元的直接补贴 而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美国政府直接放话说 将会给三星补贴66亿美元 同时台积电的补贴金额也是66亿美元 美国政府给出这么高的补贴金额 是不是就代表他们压保压队了呢 争取了美国以后 这些芯片企业才发现 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成本是出乎意料的高 根据2023年台积电财报会里 透出来的数据显示 因为人工的成本 许可证等因素的影响 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的成本 是原先预计的4倍以上 但建设成本毕竟是一次性投资 未来工厂在美国的运营才是重点 但这一块的成本 也比工厂们原先预料的要高 台积电创始人张仲谋就曾公开说 美国的芯片生产成本高出至少5成 而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 就是因为美国缺乏半导机产业的相关人才 根据美国A4的AI的行业报告显示 美国芯片制造业工程人才的缺口在50%以上 至少需要7到9万名的工程师 才能填补上这一空缺 为了解决台积电美国工程师 人才不足的问题 台积电还专门组织了 600名台湾省本土的工程师赴美 想用传帮带的方式 培养美国本土工程师 结果又遇到了水土不服 台积电低估了美国工人的管理问题 不愿意上夜班 不服从管理 太过散漫 甚至因为台湾工程师 顶替美国员工上了夜班 美国工会还指责台积电 带过去的台湾工程师 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 这些问题都导致台积电的美国人才问题 迟迟未能解决 但其实对于工厂来说 这些还都不算是最重要的问题 只要你美国的补贴给到位 工厂的建设和人员的培训 都可以在后面慢慢花时间解决 可是让台积电三星没想到的是 想要拿到美国的补贴 根本就没那么容易 在刚开始时 为了吸引台积电三星过去建厂的时候 美国芯片法案给出的补贴条款是 各大芯片厂商只要在美国投资建厂 无论是不是本土厂商 都能获得最高35%的项目资金补贴 并且购买设备 招聘人员等方面的投入 还能获得后续美国政府 最高25%的税收减免 唯一的限制性条款 就是只要接受了补贴 台积电就无法在10年内 在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受关注的外国 进行实质性扩张 对于台积电来说 他们本来就在我国的南京、广州等地有工厂了 所以只是不再扩张嘛 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可结果却没想到 等你真正把钱投进去了 美国政府的要求又变了 首先就是对申请美国补贴的芯片制造商 在中国的工厂增加了很多细则要求 比如从14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禁令 提升到了28纳米 并且禁止厂商在中国扩产10%以上 一旦超过这个份额 补贴就没了 还有在中国建厂 必须得是85%的产能 都是供应中国市场 多的不准买出去 而且与此同时 还得出去一份详细报告提交给美国政府 好让他们能够实时掌控这些工厂在中国的产能 其实说白了 目的就是要锁死各家在中国的产能 把他们丝丝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不仅如此 美国政府除了想让他们抛弃中国市场外 连补贴的钱都不想出 逐大一个空手套白狼 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又粘贴出了补贴细则 要求各家在申请补贴的同时 还需要提交一份利润预测表 如果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利润 则需要跟美国政府共享 相当于工厂原先领导的补贴 都要在后期美国工厂正式投厂开工后 要补回去的 但即便是这一点 对于工厂来说还不是最可怕的 更可怕的是美国商务部 除了想拿钱外 还要他们的核心机密 规定了要求 各家提供的盈利预期表里 还需要包括半导地产能 良品率 售价 量产变化等核心数据 要是这些没给 那么补贴就没有 这么严苛的条件 让各家半导地带工厂感到不满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就表示 美方的这些条款 会打击到他们的合作意愿 三星和SK海力士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而拜登政府却对此表示 这些规定就是在保护美国纳税人 如果企业不遵守 他们就会收回这些补贴 赌的就是你们这些企业 舍不得投入的成目成本 以及不敢反抗我们美国政府的意志 2018年 美国率先对中国发起了科技战 对华为等企业以及高校等 展开了疯狂的制裁 并且此后 他们又不断加大了制裁力度 以及范围 截止到2023年 据不完全统计 美国总共对中国上千家的科技企业 高校以及研究单位等 展开了制裁 并且他们还给这个制裁战略 举了个小院高强的名字 啥意思呢 就是将制裁重点放在5G 先进的芯片的具有战略性关键的技术上 实施掐肩达的策略 这叫小院 而高强则是联合盟友对中国科技产业 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式制裁 比如禁止阿斯曼尔出口先进的EUV关克机 甚至是DUV关克机给中国 还比如在2022年10月份 限制美国公司出口先进的AI芯片 以及半导体设备出口到中国大陆 企图在生产设备层面 直接将中国给压死 可结果没想到 这一手先不说中国是什么感受 反倒是韩国企业先受不了了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三星、SK海力士等芯片制造商 都在中国大陆有大量的投资 比如三星 三星在我国的西安以及苏州 都有层属芯片工厂 其中仅西安两期项目总投资金额 就超过了270亿美元 是三星在中国最大的投资项目 按照三星的规划 西安两期工产月产能 占三星全球9的芯片总产能的四成以上 产值能突破千亿人民币 还有SK海力士 SK海力士在我国的无锡 大连都有金元工厂 截止到2020年 累计投资金额超过了200亿美元 其中SK海力士在无锡的工厂 Drum芯片产能 占到全球总产能的一半 还比如台积电 台积电在中国大陆的上海 南京 广州等地都有工厂 比如在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投建了一家12寸金元代工厂 生产7纳米以及5纳米制产的芯片 每季总投资金额也超过了200亿美元 如此庞大的投资 若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禁令 生产设备就无法顺利更新维护 自家投资等于直接打了水漂 于是韩国政府就向美国强烈抗议 但你还别说 由于这几家企业在美国庞大的投资项目 美国还真退步了 2023年10月份 美国政府同意无限期延长 豁免三星SK海力士 在华工厂进口美国半导体设备 而台湾率的芯片制造商 也获得了一年的豁免期 但是联想到24年开年 荷兰政府吊销了 向中国大陆出口低运根客机设备的续合证 我只能说 美国政府是真的会照顾美国企业生意的 但不管怎么说 并且今年4月份的时候 拜登政府为了获得选票 在补贴上也送了嘴 对外公布美国政府将会为三星和台积电 各提供66亿美元的补贴 以此稳定局面安抚人心 事情到这里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的目的就是坚持小院高强策略 只要芯片制造商们 愿意把先进制成的芯片产业搬到美国 一些低制成芯片的生产 该放松也就放松了 但随着拜登的退选 特朗普声势大增 并释放出对台积电敌视信号后 新的变化可能越要来了 要知道特朗普与拜登可不同 特朗普作风强硬 并且一直以来的目标 就是要把工业产业 特别是高端制造业 扮回到美国 为此他率先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 科技战 逼迫美国企业进行二选一 形式作风不管不顾 再加上特朗普之前就任总统后 推翻了很多前任总统定下来的政治策略 这都会有可能影响到 今后美国的对华芯片策略 以及美国本土芯片工厂的补贴政策 当然目前特朗普还没顺选 具体的政治策略 也得等到大选真正到来时才能征销 但是它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浮现了 韩国芯片制造商们的担忧 甚至做好撤资的准备 就是个明显的信号 这可能代表了中美芯片竞争的天平 会迎来新的拐点 但不管特朗普执政后 对华芯片的策略到底是什么 最关键的还是打铁字声音 只有我们自己足够强大 才能不拒任何挑战 所幸的是 现在的中国半导体产业 已经开始取得突破了 先进制程芯片的能力 给美国的打压策略一个响亮的耳光 未来只要等到中国的光刻机 正式取得突破后 中国芯片产业的自主性 就可以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好了 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